就是智慧跟真智慧又不一样 因为我们在这里讲的 圣经上为什么要加一个真 就是表示有很多的智慧 在神的眼中根本是愚昧的 所以聪明跟智慧不一样 智慧跟真智慧又不一样 那么神今天要给我们的是真智慧 叫做属天的智慧 而蜕变给我们带来属天的智慧 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看 第一个属天的智慧它是活的 它是生命 其实它指的就是基督说的 我们来看我列的几节经文 它在这里真言第一章二十节 它说智慧在街市上呼喊 在宽阔处发声 我想我们读真言书 大家都知道那是一卷被称为智慧之书 因为充满了人生的体验真言 所以在这里它用离人法的方式 把智慧离人化了 它变成一个living person 它居然能够在街市上 在这里呼喊 在宽阔处讲话 它是一个活的 它不是一个死的东西 第二个 我们看新约的雅各书三章 十三节到十七节 它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 有见识的呢 底下十四节 它说你们心里如果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 我后面点点点就没列了 你回家看 雅各一口气讲了七个 这个地上的智慧的特点 他不管是怀着苦毒 有苦毒 嫉妒 纷争 而且他底下讲到他会挚夸 说谎话 抵挡真道 偏见 而且假冒 这是地上的智慧 所以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 乃是属地的 属情欲的 属鬼魔的 这是雅各告诉我们 有一种的智慧 叫做属地的智慧 它是属于情欲的 就是从我的老肉体里面出来的 然后它是属鬼魔的 就是鬼魔常常会把智慧给我们 来欺骗我们 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它就是来欺骗我们 叫我们去吃 自以为有智慧 其实是最愚昧的事情 叫人犯罪 犯罪的人享受最终之乐 犯罪的人好像暂时 觉得自己很聪明 但是其实是最愚昧的 因为地上的智慧 从鬼魔来的 十七节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良 柔顺 满有怜悯 点点点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所以我们看见 雅各在这里 告诉我们这个真智慧 一方面讲到源头 它是属天的 它是从上头来的 表示这个地上没有 第二个 你发现当他讲智慧的时候 他居然用很多 基督荣美的生命和性情 来描写这个智慧的表现 所以跟我们观念中的智慧 就是你很聪明 很会做right decision 你很能够危机处理 你很能够解决问题 我们认为的聪明智慧 都是这些 但是你发现 圣经上在形容真智慧的时候 一方面强调它的源头 是从天上来的 是属天的 是真的智慧 而底下就讲到 先是什么 后是什么 全都是讲生命和性情 所以你要晓得 圣经上讲到的真智慧 它是一个living person 它是一个活的 它不是观念中的一种 知识累积的经验 或是判断力 或是成熟度 都不是指着 我们观念中认为的智慧 它是一个活的生命 其实指的就是耶稣基督 为什么呢 请你从底下看 其实我还有一节要先念 念完再看 刚才是雅各说的 那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保罗也在这里问 智慧人在哪里 文事在哪里 你发现他们都在找 雅各也是说 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 有见识的 那保罗就在这里说 智慧人在哪里 文事在哪里 神岂不是用这世上的智慧 变成余浊吗 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 变成余浊吗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 既不认识神 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余浊的道理 拯救那些性的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 所以再次让我们看到 有属地的智慧 有属于自己的智慧 所以自以为自己有智慧 其实是很愚昧的 一个智慧人的特点 就是承认自己需要属天的智慧 承认我的智慧不够 所以底下来到我关键的经文 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 神又使他 就是使基督 成为我们的智慧 公义圣洁救赎 所以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所以基督是我的公义 我们很难了解 对不对 阿们吗 基督是我的救赎 我们都能阿们 所以基督是我的公义 圣洁救赎 我们都阿们 可是你有没有真正地去想过 而且接受这件事 基督是我的智慧 你觉得自己不聪明的 不要难过 你应该要很感恩的 神把基督赐给我 当作我的智慧 我的智慧不是努力去得来的 而是神赐给我的 而基督就是这个智慧 是神赐给我的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